彼得前书 平安 阿们 感谢主的恩典 再把圣经打到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 老师们 第九节 第五章第九节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 上帝要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抵挡弄鬼呢? 用坚固的信心抵挡 他用坚固的信心抵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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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放弃真道 你用信心守住道 这就抵挡他了 这就是你的试验 你抵挡他 目的是什么? 守住这道 魔药鬼 加坚固的信心抵挡他 你既然用信心抵挡他 守道 这就是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 你不能抵挡真道 如果你不抵挡他 最后你就成为一个抵挡真道的人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他用坚固 叫你放弃道 你用信心在干什么呢? 来抵挡他 来抵挡他 魔药鬼 加各样的坚固给你 用这种方法 用坚固 你怎么用信心来抵挡他 你怎么用信心来抵挡他 我们先看一段经文 先看《帖撒罗尼加》 前书第三章 用信心抵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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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注意看《帖撒罗尼加》前书 第三章 第三节 第三章第三节 免得有人被猪斑灌烂游动 因为你们自己知道 我们受困难 原是什么? 定定 你用什么要兼顾信心抵挡他 我们受困难 原是什么? 受 困难 原是命定的 什么叫命定的呢? 这是第一点 你用什么样兼顾信心? 你要是相信我今天受困难 原来没有命定的 命是命里注定的 这困难是上帝早早就给你听起来的 所以今天呢 你经历中间 遇见你患难 你不要把它当成稀奇的事 好不好 不要以为是什么? 遭遇非常的事 我们受困难原是什么? 不要 以为 是什么? 是遭遇什么?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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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以为奇怪 受困难的时候 假如受困难的时候 我会把困难夹给你 不要以为奇怪 似乎是遭遇了非常事 是什么? 是什么? 你要把这一次的患难当成是什么? 上帝今天给我受患难 早早在创立世界以前 就被我预备的美能央 耶稣也受患难 耶稣来到世上受患难 是不是 我跟他总一样的 他是我的老师 我是他的学生 所以不要以为奇怪 似乎是遭遇了什么事情呢? 非常事 什么叫非常事? 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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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事 这基督徒怎么还找这个事呢? 这不信耶稣都得福吗? 信耶稣什么都好吗? 似乎是遭遇非常事 所以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奇怪的事 好像我今天 基督徒就不应当遭遇这个小事 我当要把它看成是什么? 我受患难原是命中遭遇的什么? 祝真好 你没出生上帝把这个患难给你留着 这是你的福气 是基督徒上帝给的 跟世人不一样的美福 世人遭遇患难他是灭亡的 我们遭遇患难是得福 对不对? 他遭遇患难是羞辱 我们遭遇患难是得荣耀 对不对? 这是不一样的 不要把这个患难当成是一个局外的 似乎是遭遇非常事 所以这里边再劝劫我们 魔鬼用患难 但我们用什么? 信心 信心抵挡 那这样呢 我的试炼就必要成功了 对不对? 怎么样才能成功? 用什么方法能成功? 一个信心 兼顾的信心抵挡他 好不好? 好 他用患难我用信心 魔鬼用什么呢? 用 用 用什么? 他用盾我就用什么? 毛 你看他用什么 魔鬼用患难上去腰你用什么? 用兼顾的信心来抵挡他 不知道你看你是挡不过他的 他用火箭你就用什么? 盾牌 藤牌 这是个以赴所书 第六章也提到的 你用什么藤牌呢? 信心 用信 当做什么? 信心当做藤牌 信心 信心当做藤牌 上去就要用这个信心当藤牌 你用没有信心当藤牌挡他 有的人连党都不挡他 就进来了 好 你家晚上 你正睡熟的时候 大门就被人弄开了 进来一个人 说是你的丈夫 其实不是你的丈夫 你挡不挡 你为什么要挡? 他是个贼是不是? 他不是你丈夫 他来了你连党都不挡 你就随便叫他进来 甚至有人 进屋里头 大门不闪 二门不关 表面他的房门是什么? 敞开的 向谁敞开的? 你晚上睡着了 你把房门敞开 危不危险? 危险 危险 所以都要关门的 向谁? 门向谁关? 向撒旦 向撒旦 向谁开? 向耶稣基督开 对不对? 你的心只有向耶稣开 向撒旦 就得关闭 对不对? 对 你的心只能爱护你自己的帐篷 不能向别人敞开 对不对? 对 如果你向别人敞开了 你就完了 你就彻底完蛋了 同样信仰也是这样 那得用什么方法 你就得用一种方法来抵挡他 上帝给你指示 用什么方法最有效的? 信心 信心 最有效的方法 你用别的任何方法都没有 在患难中间 你要抵挡他 用信心抵挡他 在患难中间 你就说欢欢喜喜的 没用信心抵挡 在患难中间就呼呼气气的 感觉遭遇非常实 这啥呢 基督徒信耶稣都是好事呢 怎么会遭遇这些事 你会对上帝产生怀疑 魔鬼就是叫你对上帝产生怀疑 先起患难的是魔鬼 叫你对上帝产生怀疑的就是魔鬼的计谋 是不是? 是他的计谋 是他的诡计 是他的诡计 他给你一家的患难 叫你埋怨上帝 听清楚了吗? 他给你一家患难 目的是要叫你失去信心 这时候你就埋怨上帝产生怀疑 如果我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 我不接受他给我的患难 他在患难中间 但我还是患患兴兴的 敢借助他一点 这患难是上帝早早就命定 但借着谁的手来给你施加患难 魔鬼的手 就那天借助我 上帝要叫你得荣耀的冠灵 叫什么? 我的目的现在在上帝行 第二次在这里 识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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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冠难中间释迦得了五药 第二是得冠冕 得冠冕 得冠冕 第三是得什么 得什么 得奖赏 得奖赏 上天还要称赞你 还要怕奖你 因为你站得住 因为这意义啊 不仅仅是本于心 一个意义本于心还要以致于什么 致于心 我现在已经信耶稣基督了 这意义啊 我已经称义了 上天还要叫你继续借着信 守住这些意 但你背义真道 这不叫 它是两个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意 把于心以致于什么 成为一个意 你前面这个意 和后面这个意 是一个意 用意 用信和信 来兼顾你前面所称义的意 是不是 你是不是义人 你义人又要抵挡罪 那罪的源头是谁 魔鬼 那么你是义人 你不提到魔鬼 跟魔鬼一伙了 证明你这个意识真的是假的 假的 比如说 对是一伙的 你哪跟谁是一伙的呢 一伙 一伙 那么你既然跟一伙一伙的 那我就要守住 真意是本于什么 内心 上帝就要体验出这个信 是不是本于信 你自己信 要看你前面这个信 是否真实 后面再加换那球 还信不信 听不听明白 你看 一个小男孩爱着一个小女孩 他俩就谈恋爱了 谈恋爱好不好 好 他恋爱是 前面是什么 最后结婚的基础 先谈恋爱后结婚 是不是 小男孩就对女孩说 我爱你是海不石蓝 永不变心的 小女孩有一天考验他一下 就找了一个他的同学 最后呢 这同学呢 就对这男孩呢 产生爱慕之心 就跟他就谈情说爱 小女孩用这个女孩来试恋他 看这男孩对他的爱是真的 是假的 最后呢 这男孩呢 一看这小女孩长得比他还漂亮 就转念了 就跟着这小女孩 把前面的小女孩就撇了 我问弟兄姊妹 这小男孩说 我爱他海湖石蓝 这个海湖石蓝 这个海湖石蓝是真的 是假的 假的 我们前面说信耶稣 上帝就要进行试验 这是 试验完了 有试验的路 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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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让你得乳药 是不是 我们可以查几段经文 看 神叫我 不仅仅这个是预定的 你在灌难中间 不仅仅用信息抵挡他 你的信息是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相信 神给我的灌难是什么 早早就一定好 在创立世界以前的灌难 在我还没成熟生以前 上帝没有计划创造世界以前 就早已经预定检验了我 那他给我的灌难 就早已在创立世界以前 早早就定好 无论遇见什么灌难 我都知道 这是魔鬼性了 噗噗噗噗 但神要救我 在灌难中间 仍然站在他住 好 给我什么 荣耀 冠冕和什么 荣耀 是不是 是 好 怎么在这 怎么看 我们受灌难以来是明定的 先看 再看 受灌难 最后就得荣耀 罗马书记第八章 罗马书记第八章 第十四节 一直到十七节 十四节 读到你十七节 懂吗 现在魔鬼用一些其他的方法 引诱你往别人路上走 圣灵来了 要引导进一切真理 一个是被圣灵引导 或一个是被魔鬼引用 魔鬼是用什么呢 引用 圣灵是在干什么呢 引导 魔鬼用这个坏的也用你的一切真道 你听明白吗 你听明白吗 魔鬼用引诱的方法 圣灵用引导的方法 现在就看你是凭信心 听圣灵的 还是凭感觉 受魔鬼引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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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文听清楚啊 我在说什么 圣灵引导我 魔鬼引导我 只要我离去真道 接着患难 使我怀疑上去的救恩 他接着一件忧的方法 使我被离真道 圣灵来了 引导我进入一切真理 就看你今天 凭信心还是凭感见 在患难中间呢 最关键上面 要体验出来 要彰显出来 对不对啊 上帝要彰显什么 就突出这个 在患难中间 把这个突出出来 他不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才成为义吗 这一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这一是光本于信 那个意思讲的 这一还是本于信 还是以至于什么 这信是真的 经过四年之后 或者证明你的信 无伪的信 如果 在患难中间 你没有凭信心 被唯有个引诱的 离开真道 证明你的意思 真的是假的 假的 阴性成义 有的人是假的 对不对 不要以为都是阴性成义 咱们讲阴性成义 讲得很清楚 有的人是阴性成义 在各样观的环境 和各样苦害磨练中间 对不对 这个人是真正的 隐心成义 一要来万难 马上就转变逃跑的人 这个人 真的隐心成义了吗 上帝实验的结果是这样 对不对 给你讲讲大 给你冠冕大 给你荣耀大 好咱们先看一段经文 罗马书第八章 第十四节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你被没被神的灵引导 被引导的 这里面说 被神灵引导的 开始都是神的儿子 被鬼引诱的 所以为什么叫你经历了 在引诱中间 还依然是不看引诱 不看环境 不看 凭感觉 不凭想象 凡被神的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神要证明你 是不是神的儿子 许可魔鬼引诱 圣灵引导 在魔鬼引诱和圣灵引导的同时 将你分辨出哪一个是圣灵 哪一个是鬼的的人 新耶稣 有的人说 新耶稣家里就什么都好了 要赚钱有钱 要吃的有吃的 要穿的有穿的 什么都好了 世上都是世上的好处的 家里有粮干吃也不了了 是不是 这是一种信法 还有一种信法 家里得失 就是 人家道的丰富 无所回忆 因为耶稣说 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富 家里穷 父和我信耶稣没有关系 家里穷父是生活 我现在来得生命 就看你现在 魔鬼用生活来引导你 神用生命来引导你 你能不能听清楚这句话的意思 能不能听清楚 在生活和生命中间就能选择 在你自己命和主的命中间就能选择 听清楚了吗 他说要得着自己生命的就要失丧生命 是不是 为我失丧生命就要得着生命 就在你得生命和丧生命中间就选择 我要跟有弟师傅 最后实在不行了 用利益金钱都用活不了 用刀尖 最后 最后你还能站立得住 并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依然能站立得住 你的心 成功了 因为这意就是本于信和以智与信的 在百单试炼中间 你没有可以确误 神要给你称赞荣耀和冠冕 秀阳 神要夸奖你 要称赞你 还要给你荣耀 听没听清楚啊 我们明确的自己 我今天上帝今天把这冠难夹给我 明确的这个目的好不好 当你明确这个目的的时候 在冠难来到的时候 你知道我未要得荣耀 我们看这段经文 罗马书第八章 第十四节 因为法被神的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是吧 法就是所有 那不听神灵引导的 去听没有给你引诱的 都不是属神的 表明他没有重生的生命 法被神的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在引导和引诱中间 你选一个 在生活和生命中间 你选一个 在利益 和受责的面前 你选一个 在患难和安逸中间 你选一个 所以你一定明白 神今天虚可这件事情 发生的就是叫你选 善和处和生命中间 你选一个 生和死面前 你选一个 我将生死 或是臣命在 或是臣命在你面前 你选一个 对不对 在肉体受损和肉体受力的面前 你选一个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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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对我们原来是好意的 因为神已经把这个信字给我 就叫我凭信心占这个度 那不凭信心占这个度的 表明 他不听神的灵灵 凡被神的灵灵到 那都是神的儿子 那下干 你只要证明 你今天被神已经引导了 你都是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 在患难 考验 试验 和各样的 刀剑 逾破面前 仍然能站立得住 好 我们看这段经文 第八章 第十五节 你们所受的 不是奴仆的心 所以 不用害怕 患难中间都不用害怕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乃是儿子 所仍旧惧怕 仍旧害怕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呼叫阿爸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 统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谁证明 我们圣灵也在证明我们 真是神的儿女 圣灵和我们的心 一起来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 没有圣灵的人能不能证明 证明不了 有圣灵的人 他的心和圣灵在同时证明 我就是神的儿女 那么下面再看 所以呼叫阿爸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即使儿女便是后嗣和 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做后嗣 后嗣是干什么的 成熟产业 你是后嗣吗 是啊 是成熟产业的吗 是啊 下面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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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关键就是这句话 即使儿女便是后嗣 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做后嗣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什么 这种药有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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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总贵 承担总贵荷能药 是不是啊 是 我们再看 雅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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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约圣经雅各书 雅各书 找到吗 我们看一章十二节 光源 这是什么 生命的光源 就是对所有人的基督徒 我们不仅仅是得救了 而且要得冠冕 信不信啊 我们看这个地方是冠冕 什么冠冕呢 生命的光源 十二节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了实验 注意看 以后 经过实验以后 必得生命的什么 这是主允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得什么 得生命的光源 这是得冠冕啊 要不要得冠冕 有 要得冠冕 冠冕是什么 我们受试探的时候得冠冕 得什么要得冠冕 先把它得赏赐得奖赏 对不对 咱们再看一段经文 戈林多 记前书 第三章 你得受完试炼 你知道上帝的 为什么给我试炼 要叫我站得住 要叫我凭着信心 守住这道 最后给我什么 荣耀 冠冕和什么 奖赏 咱们看奖赏啊 戈林多前书第一章 第三章 赏赐和奖赏是一样的啊 找到没 我们看 你从十一节文下看 你要得赏赐 得奖赏 得荣耀 得冠冕 上帝要借着这些 借着试炼 给你这样的奖赏 试炼的目的 就是借着这些 对不对 知道的吗 十一节章 从十一节文下看 那已经立好的根基 就是耶稣基督 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若有人用金 盐 宝石 草 木 和坚 在这根基上建造 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 好 这一段经文说什么呢 金 盐 宝石 草 木 和坚 一共几种材料 六种材料 一种材料是属地的 一种材料是金属 对不对 一种材料是宝贵的 一种材料是下坚 金 那么 金好不好 好 银好不好 好 还有宝石好不好 好 金 银 宝石 这前面三种是好的 后面还有草 草 还有牧 还有什么 和鸡 这三种好不好 一点就着 是不是 用火一烧就着的 金 也宝石用火烧不着的 但这些是用火能烧着的 烧不着的属天的 烧不着的是属什么 这是心 哇 爱 这是什么 仰慕的心 肉体精神的骄傲 看清楚了 我再说一遍 能记住吗 心代表什么 心 教育的信息 剧别试验就比被火试验 仍然坏的精神的东西好 心 哇 在哪见的 金 金 银 宝石 他用金和宝石表面是属天的 草不和解表面是属天的 要不要 和解地理哪都有 不缺少这东西 是不是 不用买 到那地理就可以 去的就可以 用车拉回来 你车 多不多 和解多 草多不多 木多不多 这些都是容易被焚烧的 但热上建立的 表明在肉体的情绪 严重的情绪 被精神骄傲的建造 这是什么 心 望和爱的这些建造 听不听清楚 上帝要试验 看这天哪建造 有一天有火在发现 火是什么 就试验要来到 要试验一下个人的工程怎样 到底是在哪建造的 是往属天上建造 往生命上建造 还是往生活上建造 但往生活上建造 就在这里 但往生命上建造 就在这里 往属天的建造 就在这里 在这些中间 往属地的建造 在这些中间 人构体中间的建造 都在这里 也不及 构体的情绪兵 精神的骄傲 都在这里的建造 今天教会是在属天的建造得多 还是在属地的建造得多 都在属地的建造 不是你去走访走访 是不是 你去走访走访 你可以看 有很多的人都在那上面建造 精神的利益中的建造 这样的人一旦 在精神的利益建造 一考验他 马上就出去了 是不是 一考验 当时这道好不好 好 这道好不好 好 最后一考验我 马上翻跑 好也是他 外人 西宁有个叫李慕田的 好 当时听这个道 还是真好 我真受感动 好不好 好 邀请我去上西营 讲了多少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 最后 他先在当时翻航 因为他当时就把肉和林 都交在一起去了 我在讲路灵分开的时候 讲二系列肉灵分开的时候 他在那听 可好了 还没能走呢 我讲一个月还没能走呢 快开始翻航 这一翻航就完了 完了 完了 全军覆没 每一个战友都住了 我白想 我当时问我 我在这时候你们 呃 强认这一道 我走了 强不强认 强认 我说这道好不好 好 能不能守住 能 夏二位来了 能不能不接待我 不能了 现在你要再去一翻航 为什么 翻了 这道很容易翻的 一进肉体的人 很容易就翻这道 是不是 一进肉体的人 靠肉体成全的人 马上翻这道 咱们今天不靠肉体成全 肉体和基督同死 同埋葬了 是不是 不靠肉体成全 他们是靠肉体成全 所以 靠肉体成全的人 几乎两块 我离开肉身 得以建筑 是凭信心离开肉身 是不是 活着你就不是我了 凭肉身 离开 是不是 我能看见那肉身 心看不见 这才是真心 我活在肉身中间 没有把看见那肉身 心看不见 这个心都是问题的 早晚有一天 犯法 有的人一下子犯法 因为根基没扎在这个地方 没扎在身上 我讲到的 当时我讲过 对弟兄姊妹讲过的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 能不能记住 我说 把看得见的心看不见 因为上帝要的心 就是看不见的心 神能不能看得见 看不见 你要是看不见的 看见的 看不见的 是信的看不见的 我现在肉体能不能看不见 但我要把他心看不见 这样不是魔鬼的危机 所以魔鬼在攻击我这 能看见那见的肉体 你告诉我 你已经没有了 我已经死了 你买到的 活着的 不再是我了 魔鬼一看没有你的 他不管你了 你还自己活着 我肯定有上帝 神的 魔鬼就攻击你的肉体 我的肉体 连肉体的邪情私欲 已经跟基督同定在身上加密 罪神已经灭绝了 没有罪神了 所以把这能看见的肉身 信看不见的人 今天在世间中间 才能 战略到肉体 阿们 其实信看得见的 有的人会信的可 看得见的 他就信对肉体 今天信耶稣就是肉体得好 就为这个看得见的肉体来的话 你信耶稣是为这个能看得见的肉体 还是看不见的灵 看不见的灵 如果你就为看得见的肉体 我告诉你 早晚有一天你是发烂的 你不信你试着看 现在为了叫你不为看得见的 我的肉体已经跟基督同死同埋葬了 现在肉体已经看不见 我再攻击我的肉体 就是叫你从信息的回到眼见 现在不让你再次回到眼见的 现在不让你再次回到眼见的 眼见这个肉体是不是眼见的 但是上帝说 我们固定的是眼不能见的 不是固定眼能见的 哪个眼能见的 不能见的 里面的 哪个眼能见 外面的 但是魔鬼今天就叫你 戒出眼能见的肉体 叫你失去眼不见的生命 对不对 这是魔鬼 但是上帝叫你 今天固定眼不能见的 不要固定眼 这样在失恋完了之后 就成功了 是神给你的方法 用看不见的信心 去信了看不见的神 不要看得见的眼睛 去看看看得见的肉体 和看得见的物质之间 你只要在物质界中间 活在肉体中间 不是离开肉身 得以见的 你今天在万代中间 你去站立 这个道很麻烦 这是最妙的道 就实验一下 他谁用信看得见的 谁信看不见的 佛教信看得见的 所以他立个能看得见的神 我们今天信看不见的神 所以不用立个偶像 对不对 因为我们本身信的神都看不见 信的主耶稣基督 是你今天用肉眼看不见的 他道成肉身 你已经升到高天 你今天就得平息 你接受耶稣基督 曾经道成肉身 来到世界 是不是 是 摩尔尾叫你信看得见的 所以用看得见的利益 叫你放掉看不见的生命 你看 摩尔尾叫什么 我们这个异国也看不见 这信也看不见 我是因信成的 天堂我也看不见 神我也看不见 是不是 将来的生命的观点 还看不见 神就应许这生命的观点 接着我用信心 看不见的信心 去 来 抵挡 摩尾用看得见的物质界的东西 是吧 用这个利益 来诱惑 得识 来诱惑 好的东西就得了 我今天得到世界上的一样东西 我就以为是得了 其实你已经中了文质的诡计 没得到 摩尾尾用看得见的这个世界的利益 来诱惑你看不见的信心 叫你放弃 用不用信心 凭剪剪剪去放弃看不见的信心 去放弃看不见的道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样呢 用坚固的看见的信心去抵挡 能看得见的魔鬼的鬼气 好不好 魔鬼往往用看得见的 叫你失去看不见的 往往用生活 叫你失去生命 是 是 王马叫你 用最低劣的东西 叫你在这上面见的 失去什么 宝贵 对不对啊 对 那我还得用什么呢 是 是 他用这种 我就用另外一个 来抵挡 好不好 好 把他伸过去了 把他伸过去了 我就丢着 荣耀 冠冕 奖赏 好不好 好 这是生命的冠冕 下面还要给奖赏 给赏赐 好不好 如果给他站立得住 就给赏赐 好咱们看 十一节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 就是耶稣基督 这根基不能变了 是不是啊 耶稣是我们的根基 是磐石 已经把这根基立好了 此外 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再没有根基的 就这一个根基 下面再看 若有人用金 盐 宝石 草木 河街 在这根基上建造 一共是六种材料 看用哪种材料建的好 用金 宝石建的好 还是用草木河街建的好 哪一种是宝贵的 好 别人给你做个木头戒指 送给你 又给你一个金戒指 你要拿呀 拿个贵重 给你一串木头 是不是 项链 可给你一串金项链 哪个值钱 有的人不分啊 魔鬼往往用悲见的 叫你持续归重 天上归不归重 生命冠冕 归不归重 找不着 上帝就给你这样冠冕 但魔鬼就要叫你 用看了见点放弃看不见的 他一用过你的手 一加给你患难的时候 你马上就放弃 你要讲坚固的心情抵挡他 不要抵挡魔鬼 因为你们的臭皮和鬼路都吼叫的事 变得有些 寻找可厚持 我必须知道 这件事情是上帝早早做的 患难时早早在创立世界前 给我预定的 所以我不要有个息息 在患难时也不要有个息息 上帝我是遭遇了非常的深 对不对呀 这道对你们来说也难了 是不是 不像从前讲的 难不难 但要不难 总在那个基础上 总念小学也不行 你们听不到这个道 几年了 四年了 几年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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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马上不年了 我跟你说 弟兄姊妹 我们听见的道 是上帝给我们的上好的福分 别人也听见了 但是没守住 你们听见的 仍然还记见我 是不是 有很多人听见的 不接耐了 不接耐了 为什么 因为我一讲到这个地方 我就害怕 我在里面是同一次讲 是不是 我第一次讲患难 我第一次讲试验 这一段说 将来有火的试验到里面 上帝是接着火的试验 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 要看你的根基是否站立得住 利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再没有人 此外没有人立别的根基了 但下面说 有别人在上面建造 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节 在那根基上建造 最后有一天 上帝会把这件事显明出来的 你到底在哪儿建造上帝要把这件事给他搅盖的 你心里到底隐藏着什么 在哪里建造上帝最后把你的信仰 叫重的给他剪得出来 玄奥夫人信耶稣 信心强不强 耶稣给不给他 掀开 这信心掀不掀开 掀开了 是不是 超过的事情耶稣都给他掀开 耶稣说隐藏的事不要被什么 隐瞒的事不要被什么 隐瞒的事不要隐瞒的 要把你里面隐藏的信 到底是信在眼见上 还是信在眼不见上 对不对 现在我们和世人不一样就在这里 世界上的人追求是眼看的 上帝今天叫我们不练在外面中间 跟他们不一样就不一样 他们追求的是肉体能看的 我们追求的是肉体看不见的 我们要追求肉体看不见的 就得用心 就得用肉 用肉就得追求能看见的 但用信心心本身看不见 所以呢 灵是看不见的 就得用信心追求看不见的 用什么的 就看谁今天追求的 追求能看不见的 还是追求看不见的 上帝要显然的 有火发现的 用什么火 这火是什么 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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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这样 我的事件 你知道吗 有火发现 要试验个人的工程 到底在哪见的 我们看这段经文 注意看 第十二节 就是个人的工程 必然显露 你在哪见到 因为那日子 要将它表明出来 有火发现 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 怎样 这火要试验什么呢 个人的工程 每个人 个人的工程 就是 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 怎样 对不对 看这工程到底是怎样 谁要试验谁 个人的工程是谁的工程 你每个人的工程在哪见的 个人都要试验 我讲的时候 你在那地方 一朵上气的 你在那地方听不进去 等我讲完的时候 四点零到的时候 我看你怎么办 还有多长时间 听到的时间 对不对 听到的时间 特有点少 大火难来到的 灾难来到的 你还有机会听到了吗 你没有机会听到 这时候你还在那打门吗 你还在那沉睡吗 今天何等重要 现在是给你打预防针的时候 对不对 预防什么呢 预防灾难 或者是患难 或者是摩比特斯坦临到的时候 你能够掌握得住 对不对 你在哪儿建造的 有些大姨当年 我就给我儿子信点 挺大年龄 那个牙都没有了 左拐 那腿都妈瓢了 走到藏住了 我就给我儿子信点 只要我儿子在外面平平安安的 没啥事了 我的心呢 就是不听了 是不是 信的对不对 他信的对不对 你说这信仰对不对 不对 你可以自己信 信的这里面说 实验个人的工程 你怕问 我给我儿子信的 我儿子要在外面 天天赚钱 是吧 也就好了 你说你那么大年龄 你不给你自己信的 给你儿子 你儿子 他的信就他 你自己的信 就你自己 你别给别人信好不好 哎呀好不容易跑到教会 走到教会 走到教会 走棍啊 一半点挪不半步啊 跑教会给别人信的 都给别人信的 是不是 你的信就了你自己 你别是自己说的话 你可别给别人信的 给你儿 给你儿 给你儿媳婚 给你孙子信的 都不对 给谁信 啊 给谁信的 给自己信 你的信就你自己 不能救你儿子 是吧 你听不明白吧 那糊涂糊涂啊 而且信的目标是什么 玩儿在外面 能多赚点钱 有好事 是不是啊 为了儿子 他帮你钱信的 草木合你还是金银宝石 草木合你 那老奶奶爱自你娘大孙子 我给老娘娘大孙子信的 你给大孙子信的吗 不是 哈哈 我就遇见有这样的人 就动出来 是不是啊 牙都没有了 给别人信 你的灵魂不宝贵吗 你不给你自己信吗 信的 而且给他大孙子信什么 大孙子平平安安的 没啥事 就好事 是不是啊 多可怜 多可怜 在哪儿见的 草木合你 上帝会把你的信心给你显露出来的 你信的是生命之道 还是信生活之道 你为了暂时的肉体还是为永恒的灵魂 对不对 很关键很关键 你信在哪儿见到 一碰到你肉体这件事了 一瓜哥在你生活上的事了 你马上背离一针刀 完不完了 这里边说 将来要把人显露出来的 是不是啊 有火发现 要把整个人的信心要显露出来 是不是啊 这是识别的梦理 是不是识别的梦理啊 有火发现 第三 我的 世界 我的世界 要领导我们 要领导个人 是不是啊 第三 我的世界也领导我 你相信有火的世界领导我吗 我的世界领导我们之后啊 神才能断定你这个人 到底是真心 相信 其实上帝早就预定你了 神界的誓言 他把你这里边 到底心里边 有什么东西 都你仙盖叫所有人看 雪漏夫人有没有信心 没有 有 上帝有没有隐藏 没有 没有 他把他掀盖上 雪漏夫人行 我弄好了我就 我就 病好了 雪漏止住了 我就不让人看了 不 上帝要把你的信息显示出来 给后来的事 实在人看 如果你有信心 也给人看 你没有信心 要显得出来 教育得益处 你没有信心 他真的假信 是不是啊 他假装他 有的时候老太太看了 教会有唱歌 哎呀 你们这个街里头 没有那个 牛羊歌 有跳舞 是不是 跳舞 老太太说 我也不会跳 我就会愿意 上教会中间 找一个精神寄托 对不对 给你儿信的不对 给你儿信的不对 给你孙子信的也不对 给你自己信 好不好 到教会里 就是为了找精神寄托 就是信仰的问题 听没听清楚 是不是找精神寄托 不是 是不是要得生命 是找精神寄托 但是还没有生命寄托 为了你家 做买卖能力 你家看个小卖店 我就为这小卖店行 可不可怜 圣经名字说的 我们儿子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重人更什么 对 对 你信耶稣就是为今生吗 不是 咱们信耶稣是为来世 不是为今生 对不对 对 今生肉体的得食都无所谓 只要能得到生命冠冕 我们就吃了 阿们 上帝 上帝有意见 上帝有意见 要把所有人的信心都给它打结盖 用什么结盖呢 活着 四点 用火来把你烧一烧你的工厂 你要是金人保石呢 咱们烧也烧不了 你要是草木和解那一点就着了 炒着了 是不是 和解就着 和解一着了 木头就跟着着了 最后都被烧杀了 这工程建造的好不好 好 好 看看 上帝要不要解盖 那你今天预备好 将来解盖的时候怎么办 你那烂鱼在那冲树呢 人家吹他也跟蒋头吹上 人家头晃他也跟他晃他 吹不吹 那他吹鱼呢 这叫什么呢 烂鱼冲树 大伙都在一起吹的时候 显不出来他个人 他在那里拉着脚不准呢 有没有那种心 耶稣在这里 坐在那里脚不准 有没有 根本不蒸发脚心 他来了就是为了得什么 找一点精神基督 每个地方也没什么玩的 也没什么趣的 年龄还老了 上教会来找个精神基督 就行了 你千万不要脚心 要这么心你还能不能提到 听不听清楚啊 有一个网 召聚了所有的吹鱼 那个时候吹鱼啊 那就是喊错了 最后呢 他就在起重 吹完了一个赏赐一个大钱 一个给个钱 这个钱就能够他过三天五天 是不是啊 天天去吹鱼 有些人 你看这些人吹鱼很 赚钱 那一天挣一个大钱 我一天卖 货还卖不上一个大钱 我一天做买卖 捡过来捡上一个大钱 就去了 去了也买个鱼 看看别人在吹鱼 他混在中间里 走的时候也给他那大钱 混一个月混两个月 混半年之后的皇帝 那个王有点不耐烦 他说 今天呢 你们吹鱼 我们不能再一起吹了 不能大伙一起起奏了 我今天我要单独一个一个来 这小子一看他不会吹鱼啊 你看快 大肚来我就露馅了 干脆趁着人不背的时候溜了吧 就溜了 表妹有没有真财实学啊 那将来上帝 你的信息是看不见上帝要叫人看见的 给他显明出来 用什么方法 我的试验 我的试验 来把你的工程给你烧一烧 用什么材料建的 我哪建的 怎么建的 对不对这个显明 对 这个要显 好 旧元那个时候建建的时候 所罗门建建的时候 用金的包石头 包括厂盖 所有的物件都得用金包 包不包 好 在旧元那个 崇埃及军那个 元贵用金包 好 洗装盘包不包不包 全紧全金到 全用金包上 那个赵贾木 是不是 那造家墓是什么 造了满树 把他 皮扒掉了 给他 推光了 是不是 用包子曝光了 那个木头 最后干了之后呢 才能用金金给他 包起来 约贵用金金包 是不是 洗装盘用金金包 约贵那台那盖子也用金金包 上帝看中的金的 就预表今天 我们是要用金金包 金金代表什么 细心 是不是 信光爱 这样才能够出现的 好 上帝要试验 要试验一个 要对每个基督徒进行试验 我们看啊 十二节 若有人用金 银 宝石 草 木 和结 在这根基上建造 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 因为 那日子 要将它表明出来 将个人的工程表明出来 我们注意看啊 要有火发现 看 这火发现就是表明 有火把它 表明出来 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 怎样 火是什么 患难 患难一来到就知道 有的人就倒了 这上帝许可这件事存在 有火发现 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 怎样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 在那根基上建造的 我存得住 他就要得什么 是赏赐 存得住的赏赐 要存不住了 就要怎么样 要受亏损 是不是 赏赐 是在根基上建造的时候得到 是在根基上建造的时候得到 要受亏损了 就完了 假如你还在这个根基上建造 但最后在根基对的 往上建造工程 比如说这个基督是根基 基督是根基 我就在根基上建造 往上建造 往上要盖了什么 在哪建造的 在基督身上建造的方向 建造好了 往上建造 如果用宝石藏不可信 上帝是用火发现的 用火烧一下 你要冲不住了 有所会冲的 对不对 这火烧 换蛋一来到了 就知道了 对不对 换蛋一来到了 事业一来到了 就看你是撒在哪个地方 就看你房子建造在哪 要是在 这房子卫一间错了 用宝石建造有没有用 必须在谁身上建 基督身上建 还得用宝石建 这人得奖场的观点 还在根基上建 但用草不可信建 上边就用 这一边就用信息 下一边不用信息 少了个人得救 就自己单单得救了 我得抽根材 勉强地得救了 没有荣耀 没有观点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受苦难 必通过人要 这时候呢 在苦难中间 在灌难中间 你要与基督 一肯忍受 就必与基督不可信仰 得关聘了 听不听清楚啊 重要 重要 事业关不关键 对基督徒乱重不重要 重要 在我们的地方 有一家抢着抢着把教会接到他家里去 教会一开始来一个准备家 他说我们要接待 我们接待 我们接待 一定能接待 就非得抢到他家里 抢到他家里 他家就丢了他三人 正好是在接教会那天 就把三人去丢了 这件事情 要是你呢 你会怎么样 圣洁教会那天 三人去就丢了 听到 我在跟你讲的是真正 就是我们那个地方的教会 三人去丢完的时候呢 照顾也不理解 妻子也不理解 完了的时候 他俩只是在那毕业这不说话 他俩就靠这三人吃饭了 就这吃饭的都家里这丢了 最后他憋了半天 丈母说 这信耶稣也没得什么好处 妻子再来答应一声 就是这样 现在甚至家教会有什么好处呢 现在把三路车给丢了 你说这妻子是好妻子是坏妻子 这帐子是好坏的 帐子是坏的 帐子是坏的 丢了三路车上街教会那天 教会刚刚聚会晚上 他晚上三路车就偷跑 妻子也去帐子 帐子也去 帐子也去 他俩就在对话 就这一晚就开始 就对上话了 你说这教会接的有什么用 接的教会你看 三路车丢了 父亲的教会没这事 别人家子没接的 这教会原来就在别人家去 他非要接到他家去 接到他家的时候呢 他就来教会 正好是魔鬼 在干什么呢 魔鬼就在这动作 就叫他什么 神呢 也借着这件事情 去实验他 看你到底是真结 是假结 三路车丢了 你接不接 啊 啊 啊 那帐子说 这教会不能接呀 这妻子说 起初也就是那么几句话 走回 其实也没诚心接 你听着 这话你出来 写命写女 我接下来 最后呢 就找到教会 原来那接在家 和那个传道人 找到一起去 这个教会 我们不能接待了 接在家说 你不是接待 你说接待就接待 你说不接待就不接待 原来在我家 你说你接待 你说你能接待好 就是 哎呦我就是说 那么一句话呗 咱们接待 当天晚上 那个三车车就丢了 还能接待了吗 我说这个人 别生命了 有生命吗 没 看别人接待说 这家接待挺好 很有福气的 这接待教会很有福气 他要接待 接着他家里不是丢福了 而丢了三轮的 马上把耶稣丢 耶稣都敢跟他破三轮 你破三轮是多少钱 还有一家 也是 在朝阳府那个地方 他非要接待不够 一开始也是在别人家 他要接待 接待他们家里 一下子丢了五百块钱 马上也要不接待 不接待就上别人家去接待 最后呢他就埋怨 他上个骂 什么话都骂 什么话都骂 后来教会一个姊妹上山 他上山 把那衣服挂在树上回来 等拿衣服的时候 那衣服是倒着拿的 那钱就从那里掉下去了 就掉在树下 后来这姊妹 有一个教会有姊妹说 你这钱在哪儿丢的 我帮你去找一找 他说再拿完了 他上山了 这姊妹一样把那五百块也找到了 他也把教会撵出去了 钱也找到了 中神诡计了 这事件成为什么 没成功 这一是本于性 一是什么 有的人就被 在事件中间 不知道这死患的 这是所受的事件 所以他站立不住 耶稣贵重的还是五百块钱贵重 三十块钱贵啊 是不是 犹大姨三十块钱把谁卖了 把耶稣卖了 今天叫我们卖主卖主的人太多了 看利益 行事 今天主对我家有利益 我就接担 对我家没有利益 我就不接担 这种信仰 早晚有一天是倒他的为常 是不是 耶利哥的藏 建立在哪儿 建立在哪儿 藏不可解 没建立在金银宝石上 所以弟兄姐夫 我今天给你讲的这个 道 最后我还会讲到 管我道的地方 能守住这道 是不是 是否能守住这道 在环境 别人在外在攻击你 别人在说这道是假的 不对呀 是不是 看你能站立的路 你要能站立的路 你要能站立的路 你必要得生命的观念 要得讲法 是不是 我的四面要你到 我实验个人的工程怎样 你必须记住啊 啊 今天是不是 什么都平安很多的 就活在安逸的本地下 是不是这样的 不是 好 好 好 休息吧 天啊 天啊 我感谢 我感谢 感谢你带领我们 一路来分享你的话 因为今天 要试炼个人的工程 要看我们 是否能够 占领的住 你借着 能够在幻灌中间 能站立的住 在撒纳面前 能够站立的稳 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 应与我的祷告 在这地方兴起了你自己的教会 接着你教会的 补助地 在这个世代中间 把你的道向外传 使我们都能成为你的 所合用的器皿 使我们的工程 被誓言人站立的稳 站立的住 就求你保守这里的弟兄姊妹 赐给我们充足的信心 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牢牢的守住这道 应与我的祷告 愿感恩送赞荣耀 都归给我的天上阿爸父神 这样的祷告 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好